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聽眾你好 現在是智力更生電台節目 我們有三位主持 我李永康和袁大榮醫生 你好大家好 和金永賢先生 大家好 未開始節目之前我想說個笑話 有笑話要聽 快點說 在一個月前 北京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病毒 病人肺炎出現感染 甚至是非常危險 於是把這個報告拿給 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 他看了之後都不知道是什麼 於是就到處找人去問 去研究去看 結果又找回香港的醫生 專家去看 他一看到就說 好刺難搞 糟了糟了 這種病毒這麼麻煩 我們台中不能出街 沒問題 這是網上已經傳流的一個 於是就把病毒叫H7N9 好刺難搞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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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這種病毒是否真的這麼難搞呢 我就想問一問 阿賢醫生 到底是否真的很難搞呢 我也很擔心 阿金最近在報章上 看到一些新的報道 關於H7N9的處理方法 這次告訴你 你看到什麼資歷 不就是這樣 各位聽眾都知道 我們做節目很多時候都是預錄的 我想報一報我們今天 在國內有多少個案例 我們今天是17日下午 現在的案例就是77宗 有17個過身 到今天為止就是這麼多 國內他們 最初遇到這些所謂的禽流感 又說新 即是說 好什麼難搞 H7N9的好事 真是 這個誰想出來呢 這麼好事 即是他們怎樣處理呢 從新聞 電視 或者報章 他們都是 都是用 最初遇到這些病例 他們都是用類固醇和抗生素 但是 那個情況也不太樂觀 很多都 即是 首三個病例 他們都是用這種方法 過身的 嗯 過身的 百分之一百 是的 在這種 類固醇 抗生素 即是大量初期 處理之下 三位 所謂的流感病人都過身 是的 他將這個案子發布 即是在《新英倫醫學雜誌》發表的 那個文章 他們就觀察到有這個情況 即是一開始就用類固醇 和抗生素 是導致病人加速死亡 他認為是因為這種醫療手法 可能是一個問題 是的 有另外一些病例 他也是遇到這些 即是 除了在 即是初初在江蘇那一帶 有另外一些地區 他也是遇到這些情況 他也是用這種方法 咦 不太行 即是新聞 訪問那個醫生 那他就馬上停藥 那他一停藥 那他一停藥 咦 病人就很痠 即是他不用藥 反而還很痠 這個就在《新英倫醫學雜誌》 他們寫出來的報告 最初三個開始接觸到這些病例 有三個案例就是這樣 即是在《新英倫醫學雜誌》上發表的 即是說他是面對到這個問題 那他就是三個案例都過世了 那怎麼辦呢 他那篇文獻是 意思是說 他自己是質疑這種方法有問題 即是他現在這樣寫 即是他說 即是他一開始的時候 太遲用那些特敏覆 最好就 開始那時候48小時內 用 即是他們國內的醫生就建議這樣 即是早期就用錯方法 對嗎 用錯方法 一早就用呂姑唇和抗生素 是的 導致初期患病的人 差不多全都過世了 是的 他在這篇文章中說 他說有兩個人 我想聽開我們節目也知道 袁醫生也經常說 即是你類顧唇是抑制過免疫系統的 即是 你知道醫院很髒的 在這裡也說不少 那麼他就 有兩個病人 其實他就不是死在H7N 他就死在那些 無藥可醫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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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叫HDM1 包視不動幹菌 那就是我身的 即是超級病菌 即是超級病菌 即是悪菌 就死了 好了 有兩個 最終都是三個都死了 首三個病例都是 首三名確診的 好的 即是他那篇文章 就是 講出來 其實 一早期用 裏顧唇和抗生素 是一種錯誤的醫療手法 應該是這個意思 是的 他不是用錯誤 即是他只曾發生這些事 結果總之是用這個方法就死了 是的 然後他就不用這個方法 就用那個達文福 其實達文福是一個很簡單 很皮毛的醫療感冒的藥 那個死亡率就沒有那麼高了 低了很多 有些病例 即是有一個病例 他就直接不用藥 他也會好花很多 在他這裡也有說 這是另一個 不是這篇文章 是在國內的新聞 江蘇那邊 你也說 之前在SARS期間 香港的死亡數據 是全世界最高的 你也發現 當時選擇用藥的手法 都是用 略顧唇和抗生素為主 那我又想再講一點 這篇文章 即是這篇報道 那個 抗生素EH7N9 速取命 這是他的題目 是的 即是他的頭版 這是報紙的頭版 報紙的頭版 報紙的頭版 他也承認 是的 即是死得快一點 死得快一點 這篇報紙的記者 就是 國內的專家 在新英倫的雜誌 刊了出來 他就拿著這份文章 去問香港的專家 那些專家就說 是的 你用類固醇 你這樣便會抑制免疫系統 反而更差 我立刻想 正如你剛才說 SARS的時候 聽我們以前香港出路也有說 或者當時你也提供了很多資料 那當時的標準醫療程序 是什麼呢 大劑量類固醇 和抗生素 這樣便得到這個結果 那SARS其實 都是感冒 沒錯 那為什麼 十年後 國內的專家遇到同等的情況 那他便立刻停了 我的意思就是 在原網台或者香港出路 我也經常提到 或者我們之前 在你另一個節目上 我們不是說 SARS十年回顧嗎 其實說到底 你只是怎麼處理 當時 那從這個結果去看 當時 SARS 那些死的人 我都不用懷疑了 那很明顯是 是你處理手法令到病人 死亡 那其實呢 如果大家有 有些基本的醫學常識 其實都很容易明白到 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第一 雷固醇是消炎藥 那我們的身體 是要靠發炎醫病的 那任何的病 我們都是用發炎的手法 提高溫度 提高身體的整體溫度 來處理它 那如果你是 和身體正常的處理機制 是抑制它 很明顯是和身體作對的 那第二 第二 抗生素 對病毒性的感應是沒有效的 大家都知道 抗生素 也不是對那些感冒病毒 處理的正確方法 身體是靠消炎醫病 而你一開始就用 消炎藥 雷固醇最重的消炎藥 去打壓它 所以可以看到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 那身體呢 雷固醇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雷固醇抑制我們身體免疫能力 那大家知道免疫是做什麼的呢 是幫我們 處理問題 對抗這些感染 那如果你真的明白 這麼簡單的醫學的常識 就絕對可以明白到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後果 那這就是大家都 一遇到這些感冒 大家都發癢雞 大家要了解 其實感冒是很常有的問題 但在美國來說 感冒其實都是十大殺手之一 正常的情況之下 每年都很多人死在感冒 在美國大概 我早年的資料就說 美國大概每年都有三千多人死在感冒 也屬於頭十大的死亡原因 所以感冒不是一個很罕有的病 可以這麼說是很普遍的病 但當我們遇到所謂的很特別的感冒 或者病情轉變得很快 即是很快變化了肺炎 我們通常就覺得 這是一種特別厲害的感冒病毒 怎樣叫它都好 其實H有H1到12 N有N1到N9 病毒表面的結構是因而定名的 其實我們叫做什麼嚴重呢 其實都好視乎當時被處理之下 病人的死亡率是多少 如果當時死亡率很厲害 什麼原因也好 其實未必細菌病毒這個特別的病毒死 只不過當時用手法關係 我們就開始說 這是很特別的很厲害的流感 其實所有流感都是H幾N幾的 一般都是這樣的 大部分都屬於這一類的 當然流感有幾類 好了 這就是勒手的問題 由頭到尾也是 因為流感是沒有特別有效的藥物 雖然是可以這麼說是常用的 而且表面上可以幫助一點點 但其他不是一個很有效的特效藥 尤其是對流感來說 尤其是對流感來說 醫師 當你一說特敏福 我們幾年前 遇上了一個珠流感 當時特敏福也有很多問題 你好像日本那些 吃了跳樓 十分仔 是的 他本身也有很多殺傷力 神智失常 跳出來被車撞到 這些意外 自殺的行為出現了 因為吃特敏福的副作用 我想說 為什麼會引用這個例子 我想聽眾自己去思考一下 和清楚明白 當時沙士究竟發生什麼事 很明顯 不是沙士經常說沙士多大殺傷力 又是這班專家 十年後就是這班專家出來說 鍾南山他們出來說 是他們說 當時沙士的時候 是鍾南山建議 以及他自己是用大劑量的雷固醇 去處理問題的 當時 他就教了把這個治療的手法 即是把這個跟香港的醫生分享 香港醫生用大劑量用 結果大家看到 是 我希望 香港人 不要再說 或者專家可不可以自己誠實一點 不要再說沙士多危險 從這個結論 我就看得到 很明顯是你當時的處理手法 令人死亡 還有 那千多人的後遺症 更加明顯 是不是骨骷 骨骷的後遺症 大家都明白 你不要側側骨骷 常常說骨骷是 沙士令人骨骷 你有個錯誤的引導 那些專家 你明白嗎 根本就是類固醇引致的 是不是 流感 我知道 其實最差最差 都是影響肺 不可以去其他地方 最多花 最多的肺功能 差了一些 你還有得搞 是不是 跟骨骷是無關的 他去不了骨骷 其實自力更生 這個名字很適合 香港人 不要別人說 你就相信 才可以 他有幾個PhD 他就相信 就是真理 才可以 很明顯 骨骷不是 沙士的後遺症 骨骷是用 雷固醇 重藥之下的後遺症 是的 大家要明搞清楚 是的 專家 你不能誤導香港人 為何你不出來站在那裡 是 是我們用藥 令到 令到 那些人的後遺症 你一句 十年都沒有這樣說 輕輕淡化 今天還出來說 不要用 不應該用 還教國內專家 有沒有 稀環銷子 那些難度 很難搞 所謂H7N9 那為何很難搞呢 這個是最近的報紙也有講 他說 原來北京發現一個四歲的男孩 身上發現了有H7N9禽流感的病毒 但他並未發病 是沒有病徵的 是不是七歲 是的 四歲 他完全是有情陽性反應 但他沒有任何病毒臨床的跡象 醫生當你說這件事 這件事 又有 就是說 又有另外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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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位 袁國勇 香港 微生學系 的 講座 教授 他說 在感染病毒 但沒有病徵的情況 是很普遍 記住 很普遍 這個 這是出自袁國勇自己說的 因為人類感染流感或是家禽感染流感 都未必會發病 記住 一個很普遍 其實你有病毒在身上 都不等於你有病徵 所以就危險了 周圍走光我們都不知道 好了 他的結論是這樣 所以他認為 這些隱性患者會增加控制疫情的難度 尤其是在人傳人的時候 是很難走出的患者 這就是我們的dilemma 怎麼辦呢? 所以又有專家出來說 怎麼說呢? 在星期日的新聞上說 是不是我們需要 不要有活家禽買賣 就是不要有活家禽買賣 那我即時想 如果你認為這些活家禽 是會引致人流感的 不要接觸活的 那 Doctor 我想問一下 狗會不會流感呢? 現在是說人 好了 如果你發現人身體是帶了這些H7N9 或者什麼都好 他沒有病徵的 那你怎麼處理他呢? 是不是抓在隔壁呢? 那為什麼會難度呢? 那雞的沒有病法 他就建議不要被人接觸活雞 或者殺死他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在西醫角度來說 處理這些上呼吸系統感染的病 是這麼難處理呢? 原因在哪處呢? 原因是整個醫療的哲理 和醫療的理念是錯了 我們重複和大家追溯歷史的 我們現在的醫療觀點 我們西醫的醫療觀點 就是細菌治病 這是路易士巴士德 早期提出的醫療理論 我們全盤接收了 但其實如果我們追溯歷史 在路易士巴士德同期的時間 是有一位很出名的法國的醫學教授 醫學家病理學家 叫Dr.Bicham B-E-C-H-A-N-P 這位教授所提出的那個病因學說 是跟我們現在所被一般接受是完全不同的 他說病是由我們身體內部的環境 污染變壞腐爛而吐到病菌 就不是因為我們身體接觸到病毒病菌 而令到我們出現那種病 這兩個是一個很不同的觀點 那為什麼路易士巴士德的觀點 給我們廣傳接受呢 其實是一個不正確的觀點 而Bicham的細胞治病學書 如果物先附而後重生的學書是沒有被人接受呢 其實那個原因很簡單 路易士巴士德的醫療學書就說 你病與你無關 你是不幸運 接觸到這些病毒病菌而已 不要緊 有什麼事呢 我們醫學界我們藥廠有不斷的鑽研研究一些病毒的藥物 一個新的大藥 或者不要緊 幫你打疫苗注射 那就搞定了你 那這種醫療學書就很容易被人接受 因為第一你沒有責任 你有病與你無關 只不過你沒有財 不要緊 有專家有專家的方法 製營了一些科技的醫療幫你搞定 是吧 但是Bicham的方法是不是的 為什麼你病 因為你自己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導致身體退化 而吐出的病群 這個是我們叫做細菌治病學書 和細胞治病學書 兩個大型的不同的地方 到底誰對誰不對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 我們沿用路易士巴士德 這個細菌治病學書 令我們今時今日的病 越來越多 不斷打很多疫苗 不斷地打 小孩打到年老 不斷地 之後加不會減 結果我們的身份 越來越多病 包括自閉症 包括最近的數據自閉症 是50個有一個 我前一段時間看過資料 有160多個有一個 現在50個有一個 其實已經很多資料顯示 跟我們打疫苗 我們這些細菌治病學書 創的學書之下 導出來我們醫療的方法 是造出來的問題 好了 如果我們沿用 我們正確的細胞治病學書 密先父母後重生的時候 那就完全解釋了 是吧 完全解釋了 你有病菌 有病毒在你的身體 不是代表你的身體是會有病的 最重要是你的身體的本質 你的細胞 你的體內環境 是不是乾淨 是不是健全 如果你身體的體內環境是乾淨 其實就叫做百毒不侵 正氣存在 百毒邪不可侵 正氣內存 百毒不可侵 終於有這個概念 知道嗎 五千年前 這麼多千年的歷史 都是解釋正確的醫療病因的原因 我們為什麼現在搞得這麼嚴重呢 我們根本就沿用一種錯誤的觀點 這個錯誤觀點 只不過會方便藥廠製造更多藥物 繼續來 很明顯 這個是創造到 鼓勵人不負責任 我看來很明顯 而且對於藥廠或者專家就最開心了 你要靠我 如果你另外一個說法 原來是自己的問題 要自己解決 那就沒有了市場 沒錯 其實這方面的資料 這方面的書有很多 大家真的有心了解多些 有一本很好的書 我們在健康店 一直都有 《Immunization the reality behind the myth》 Warlene James 這本書大家有機會可以看看 《Immunization the reality behind the myth》 OK 我們下一節繼續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繼續我們自力更新的節目 我們這次還是繼續討論 H7N9的疫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這麼困難呢 Doktor 現在國內 他是怎麼處理 最新的子癮 他在北京也有案例 北京那裡 他們剛剛推出了怎麼處理 他就用中西療法 又用中藥的 又用板藍根的 但是說到底 他也是想 他也是說要研發疫苗 他就說在七個月內就可以研發了 但美國疾控中心就說 不是啊 未必可以啊 Doktor 我想問一下 很多時候就是 一有這些所謂的疫症 又說要疫苗了 因為在西醫的醫療理論之下 他們認為這個是細菌 病毒 你就用一種處理過的病毒 來先稍微刺激一下身體 就是斷裂一下身體 令它產生抗體 因此就可以成為一種預防的方法 其實這種方法 一直都是曾經試過 但失敗得很離譜 譬如1977年 我跟大家分享過這個資料 美國當時就發現了流感 當時政府就很害怕 又來了 流感又出現了 我們是不是要趕快 要製造新的疫苗 來處理它呢 但很有趣 當時美國政府 雖然官方想提倡這件事 但在醫學界藥廠 是沒有人肯做這個疫苗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所有這些疫苗 是有嚴重的副作用的 當時的藥廠怕 如果我用這些疫苗 然後產生了嚴重副作用 我們就會被人告 你知道美國這些醫療訴訟官司 可以賠幾百萬 幾千萬 可以完全令藥廠崩潰 所以他們就不肯做 美國政府覺得不行 我們一方面已經向大眾宣傳 叫他們去做這些所謂預防 就打針了 但其實沒有藥廠肯做這些疫苗注射 結果美國政府就怎麼跟藥廠說 他說你不要緊 你照做 如果有什麼問題出現 我們包底 就是納粹人包底 結果就馬上做了些疫苗 接著開始進行疫苗注射 進行了沒多久 就發現很多人打針後 出現嚴重的問題 其中一個很常見 叫做Galain-Barry syndrome 這種症狀通常人是癱瘓了 或是呼吸方面肺癌 癱瘓了 一半死亡都成過一半 就算不死的都是傷殘的 好了 政府推揚打針 福達總統在上電視台示範他打針 到底當時有沒有真打 假打我們都不知道 但當時他為了以身作質 在電視銀幕之前 做出接受疫苗的打針 但沒多久發現很多人 因為打了之後出現的問題 而因此而死亡 而反而他們恐怕疫苗會爆發 流感會爆發 反而沒有出現 即是說 那個問題是出自打了疫苗注射 流感的免疫針 而導出的問題 是遠嚴重超越過流感 其實流感沒有出現 當然死了一部分人之後 政府覺得細色不對 也有些醫學家科學家 告訴他們 其實我們不應該這樣做 因為流感會未必會出現 而那個科學家 因此被解僱 不太猶豫 即是說話不太猶豫 即是說話不太猶豫 結果官司 即是死的人多 結果政府覺得 也不應該繼續打 就停止了 但在過程中 也死了很多人 也傷亡了很多人 那美國政府是賠了很多錢的 這個故事教訓給我們 其實我們不要以為 是有疫苗打新的方法 可以預防得到的 因為到今時今日 我從來沒有任何科學的證據 證實這些疫苗是有效果的 Dokta 你說回歷史 我又說近一點 即是說香港 香港其實是每年都叫人打針的 凡是流感高峰期 那些專家又出來叫人打針的 最厲害的 大家有沒有記得 不是很遠的 2009年的時候 朱流感封了一間酒店 是的 一個案例 又說是 封了 然後當時我們香港的專家 就建議 建議政府 會大爆發 有機會 我們要入定豬流感疫苗 當時是 當時是怎樣呢 政府就動用了2億3千萬 買了三百萬劑 那打了多少呢 有270幾萬劑 是拿去焚化爐 即是我們的錢 就白白燒了兩億 兩億 那也好 燒了好過被人打進去 令人出現那些 是的 是的 我想 Donna 這個遊戲 是很絕的 我發覺看得到 怎樣絕呢 永遠都兜得到 厲害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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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沒有爆發 我們先買了 好在沒有爆發 燒了也值得 對不對 打完之後又怎樣呢 又是另一個 變種 不行就變種 真是厲害 是呀 永遠都可以 你什麼都可以 自圓其說 你明白嗎 用James說 這些東西 要自圓其說 就 什麼都可以 你明白嗎 譬如好像 花了兩億多 好在沒有爆發 燒了也值得 那就是保虐黨 簡直是保虐黨 根本就是和保虐黨 那些藥廠和醫生 真的是買保虐黨 即是沒有病醫病 有病就治美病 你總會種一種 不是種一種 你一定可以自圓其說 好了 譬如假設 豬流感 買了 不行 譬如他這裡也有個研究 我看到 他講豬流感 當時有個研究 他說 你知不知道 你去診所 當時是免費接種的 政府買來 香港當時是 跟很多慢性病患 打的免費 他說 你去那間診所 你在等著打 那些豬流感疫苗 其實你患豬流感的風險更大 為什麼 你一來打那支針 更容易出現 另外 就是你坐在旁邊的那些感冒 反而你會更多機會去遇到 你在那些環境 沒錯 美國有本很棒的書 《Confessions of a Medical Heritage》 這本書暫時沒有中文翻譯 但如果大家有機會去買這本書 作者是一位美國的大學教授 他曾經在這本書裡提及 他說他有一次去探望他那些親戚 那些朋友 他們進去之後 發現很多老人家 沒有下來接見他們 他問他們 為什麼那些老人家去了哪裡 他說 他們每個人在上面 在樓上休息 他說為什麼 因為他們最近打了流感症 打了之後 每個人都病倒了 Robert Mendelsohn這位教授 他說 如果流感症是這樣的 我寧願拼一拼 打了之後會有流感 我不如拼一拼 有流感的時候再處理 為什麼流感症是這麼難做 因為你知道我曾經所說 H有1-12 N有1-19 你想想那個配搭 那個Permutation 是很多很多的 所以你根本很難 你做多少隻 難道做幾百隻 幾千隻 不可能的 你就選幾隻 你是猜的 我們叫做輪盆 好像玩輪盆那樣 誰撞得正 其實不會嚴重的流感 因為疫苗 不是說你要做就做 通常你就要 未開始流感季節 你要先做 那就是說 根本沒有任何流感的病毒 讓你去跟進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猜 現在可能是什麼病毒 然後製造一些疫苗 當然你知道 這樣的H1-12 HN1-9 其實有幾百的配搭可能性 那就是說 你想想你撞 有什麼機會讓你撞得到 我當你是有效 你都未必找到正確的病毒 所以在這麼多年裡 我們根本沒有任何科學的證據 是證實這些疫苗注射是有效的 從來沒有任何的科研是做過 是證實有效的 好了 知道了 之前就打針 你知道打針也是痛的 對嗎 很多人也不喜歡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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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他們的醫護自己也不打 我也知道 因為大家知道內情的效果不太好 而且有很多副作用 好了 結果他們用更新的方法就是 不用打針的 噴鼻的 噴膜 用噴鼻的 他出了一張叫做Flu Mist Flu Mist 你知道嗎 感冒的噴霧劑 開始試試用這個方法 不用打針 用Flu Mist 用噴鼻的 但是發現 問題一樣 跟大家分享這個資料 一般典型感冒症狀包括 發燒 嚴重肌肉痛 累 頭痛 咳嗽 喉嚨痛 以及流鼻水 好了 你知不知道Flu Mist 可能的副作是甚麼 包括低燒 肌肉痛 累 軟弱 頭痛 咳嗽 喉嚨痛 流鼻水 鼻塞 敏症 尖寒 尖寒 嘔吐 活動能力減弱 這就是他的副作用 你想想想 你想想哪一種 反而流感的症狀 是少於噴霧劑的感冒疫苗的副作用 所以你看到 其實我們在西醫的角度裡 我們根本沒有一個有效的工具 處理這件事 其實背後的原因就是 整個醫療的哲理 導致我們今時今日 無論在醫療費用 用多少錢也好 我們都是一仇莫展 我有時候也和大家分享 為何香港人要住貴屋 有想到為何會住貴屋 上次說過 我們都重複再說一說 因為 你講開住貴屋 近日新聞 拆開一點點說 近日新聞 有報章 新加坡的公營房屋 一千呎一百萬左右 很便宜 韋Sir的港幣 一百萬 這麼便宜 那些記者就問 新加坡值 以前在城大教的經濟 金融 不是 MBA課程的教授 他說不可能 香港是不可能學到新加坡 那他有沒有說原因 他沒有 但是很明顯 大家的政治體系也不一樣 環境也不一樣 他說不可能 我和大家再不斷分享 現在網上有一個網站 叫做 Thrive Movement THRIVE Movement行動 可以說是振奮行動 或者輕盛行動 DRIVEMovement.com 大家值得去那邊 去研究一下 多看一些他們的資料 其實他說出 我們地球的很多問題 根源在哪裏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做些什麽 你看到最終 這是兩個多小時的紀錄片 現在看的人 差不多每一個月 一百萬人去看 他說 其實我們的問題 是出錯 出錯的是什麽 我們什麽要靠政府去做 其實很多問題 如果你是要給別人幫你做 以政府的所謂官僚制度之下做 往往是做不到結果 那麼最終他們提出的建議 都要靠自己自力更新 就是我們所說的自力更新 這是我最終能夠真真正治 可以解決到問題的方法 好了 我曾經都說 為什麽這麽困難 因為我們的病不病 是好視乎我們的感染度 接觸性的 不是因為你年紀大 或者年輕小孩 你就會容易中到流感 因為我們經常不斷重複說 那個世界性流感 就是1918、1919年 是經過三波浪出現的 那當時是中招死亡的人 大部份是年輕力臟 20歲到30歲 年輕力臟 不是那些老人家和小孩來的 所以在我們自然醫療同學療法 有這個概念 我們叫做感染度 即是那個susceptibility 你是有這樣的傾向 你就會中招 你沒有這樣的傾向 其實一點都不會有問題的 好了 我們其實想想想想想 到底這些流感 是真正的原因 是為何會出現的呢 為何我會有這些流感呢 其實這方面的資料 一直都有了 我有一本書叫做Bird Flu A Virus of Our Own Hatching A Virus of Our Own Hatching 即是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病毒 這個作者是Michael Gr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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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Greger 是一個西伊 這本書叫做Bird Flu A Virus of Our Own Hatching 這本書叫做Bird Flu 這本書很有趣的 在書背上 也有很多所謂的評論 其中有一個評論 是一位原來香港大學的醫學教授 叫做Professor Kennedy Shortridge 其實這位教授是香港大學的 一位名譽教授 他也提出這本書 是很認同這位作者所說的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自養禽畜的方法是錯誤的 我們現在就是為了增加生產 所以就把工業化這件事 放在自養禽畜 如果它是產品 沒有生命的 沒有問題 但它是有生命的 你想想 假若你是一隻雞 所以問題是一個 很小很小的籠 你不能出來走動 轉都轉不到 只是三餐給你吃 而且還這樣 因為我要加快那個產品的流轉 那隻雞或者家禽 快點大就好 那就多給你一些催生素 催生素 它長得快大就好 但是它遇到病 都會很快 那就給予抗生素 又打抗生素 在這些很惡劣的養雞環境 我自己在加拿大行醫的時候 我有些病人是養雞的 他也很客氣 有一次就請我回去看看 我去看看那些養雞的地方 原來是一個很大的斑 一個養雞屋 很大的 它可以自己拿進去 那間大工廠是生產線 你別當它是一個農場 它基本上是一個生產線 不過它生產就是抹加琴的肉 它就差不多是一個工廠式的運作 那你們一打開門進去 你的眼睛是打不開的 因為那些阿摩尼亞味是弓鼻的 那你可以看到 那裡有幾千隻雞在地上 走來走去 那朦朦朦朦朦的 一股那些阿摩尼亞味 强烈到死的 這些雞就在這些地方 是再用那些 吹身那些荷爾蒙 吹身它 在這種惡劣的環境 肯定它一定會生病的 你知道病雞就賣不到 那它做什麼呢 它就位置抗生素 還有很多時候 它會幫那些雞打疫苗 打針的 好了 你可以看到 這些情況可以不斷地 吐菌的 吐病毒的 即是加速 像一個Pieter Dish裡面 不斷地來製造新的病毒 所以很多時候 這種環境 我就會製造這些流感 這些所謂禽流感 在這本書 Bird Flu a Virus of Our Own Hatching 一個Dr. Michael Greger 這個大家可以去網上看看 我們在健康典裡有這本書 還有幾本 還有幾本 那個Publisher Lantern Lantern 可以買得到這本書 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老早知道的真正原因 這位其實本身是一位醫生 他也是在農業方面 他在一個Canel大學裡面 是農科 然後他也是一位西醫 這本書說得很清楚 流感的真正的成因 是我們那個種植 我們那個飼養 一個工廠式運作 在一個很惡劣環境 是飼養這些雞 是產生這些不同的所謂病毒出現 就算病毒出現 也不一定會有病徵 那些雞可能有病毒出現 其實也不一定有病徵 人有病毒出現 也不一定有病徵 所以病徵 菌不是導致病的真正原因 物先赴而後重生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如果我了解了這個道理之後 我們那個預防的方法 其實很簡單 保持身體高度的健康 就是足夠的休息 乾淨的健康的食品 還有水 接觸多些陽光 因為陽光在你的身體製造維他命D3 維他命D3近然被發現 不是一種製造鈣的維他命 原來維他命D3是一種荷爾蒙的 其實我們身體很多的免疫能力 包括預防癌症 很多病都可以用維他命D3 幫助得到 所以我們多些接觸這些大自然的 新鮮空氣 陽光 足夠的休息 不要吃那麼多粗粗粗的食物 其實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這些病毒 其實他一向都在這裏 什麼什麼禽流 其實有人都會有的 所以我們其實不用去驗 什麼病毒 什麼病毒 好了 那醫生 大家都看到 現在又說害怕又說 那醫生有什麼建議 好了 真的 糟糕了 那怎麼辦 其實這個資料 我很多時候都不斷分享 我們經常都遇到這些情況 為什麼我們這麼害怕呢 因為他的死亡率很高 320%死亡率 但是如果我告訴你 其實在我們地球上 有一種方法 是全世界第二大醫療 有5億人口用的 有75個國家 有政府認可的這種醫療方法 是什麼醫療方法呢 同類療法 Homeopathy 我也有叫做順勢療法 原來在早年 1918-1919年 當時死亡的人數 估計是三千多萬 全球性 但是在當時的美國 在醫療的體系 其實都不是現在 只是一個西醫毒斷毒痕 他也有其他的醫療存在 包括同類療法 好了 在當時有很多同類療法醫院 在美國的 有一位醫生 Dr.T.A. McCain 在Dayton Ohio 他有一個在美國的 同類療法協會 在第七十七周年 那個例會 在華盛頓舉行 他就做出一個報道 這個報道是1921年做的 他調查當時 在一般西醫院 接受治療的 流感的個案 在二萬四千宗裡面 死亡率是多少 有28.2% 而另外二萬六千宗 流感的 用同類療法 醫院裡面治療的病人 死亡率是1.05% 你先想想 我剛才也說 其實流感一向都有 每年都 每年都 有三千多人死亡率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過大治療裡 在我們創意的健康店 為什麼香港不知道 一定有 連絡電話 一定有 原因 原因是我們有很多惡霸 香港有一條 叫做不良醫療廣告條例 這個不良醫療廣告條例 最主要的方法 是作出的廣告 或者形式的報道 其實你對所有能夠 醫百分之九十幾的書本 所說的病 你都不可以說 有有效的方法 就算這個方法是可以的 其實你都不可以說 不可以談論 不可以談論 你一說這件事 其實就犯了法 其實這個不良醫療廣告條例 最主要的目的 最主要的目的 是防止香港人 有機會認識到一些真正有效的方法 令到我們盲目 只是送循一種無效的醫療方法 這就是我們的最大問題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 那次你根新經常說 其實我們要做些事情 簡單可以做得 因為這個是我們消費者權益 如果我們應該 向消費者委員會去投訴 這個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是違反我們消費者 基本知情權的權益 我們這個不良醫藥廣告條 一定要改它 即是我們不是說 要亂做假的廣告 宣傳不實的廣告 我說如果那件事 是真正證實有效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做呢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我們在自力更新 大家要做些事情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就是消費者委員會 投訴這個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1974年成立的時候 目的是不想香港人自己依自己 這是當時創立這個法例的真正背後的原因 你聽聽之後你是簡直不可思議的 用回做生意的觀點去看 李永康你最熟 那些解決不了問題的 你會立即叫他下班下一位 對不對 當然了 那些客人也不會光顧你 但是那些不知為什麼 每天出來說自己不行 很危險 居然我們會給他在這裡 每天在這裡 連身幾百萬 在這裡押著位置 然後告訴你 我不行的 很危險 我應該給你幾百萬 你出來說 沒事的 我們七百萬 你怎麼來我們都行 應該這樣 做生意就是這樣 當然 為什麼我們這麼荒謬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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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所以我們要了解 我們經常說我們生活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記住法治的社會不是等同公正的社會 大家要醒來醒覺 為我們自己的將來為自己的利益 是自己做一些事 不可以靠其他人 我想問一下 其實現在這麼多流感 都是上呼吸度感染的 如果我對我的上呼吸度做好些 比如注重口腔清潔 和鼻腔清潔 會有幫助呢 其實流感是屬於呼吸系統 不一定是上呼吸系統 因為如果去到肺 就屬於呼吸系統 現在坊間有很多工具 我亦聽過用洋蔥 在家裡設些山洋蔥 在空氣裡有傳播 因為洋蔥的味道是可以處理這些病毒 洋蔥是一種食物 很簡單 非常安全 又不是那麼貴 為什麼不試呢? 時間都差不多了 其實看了節目之後 H27N9這種病毒 都不是那麼難搞 其實只是一些醫生 或者專家用錯方法 如果你用對方 其實是非常容易 就處理了 我們亦提供了很多其他的資訊 和方法 會下一集繼續 請各位觀眾 密切地留意我們的節目 拜拜 拜拜 哎呀 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哇 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